谈点动物界中极其不负责的家长 俗话说养不了可以不生 但动物界中可没有这种自觉 在他们的认知里 孩子必要的时候是可以叫杀的 毫无人心 当然他们本来也不是人 1.河马 作为陆地上体型第二大的哺乳动物 淡水霸主之一 河马远远要比你想象中的可怕 具有很强的攻击力 每年在非洲轻轻松松屠杀近500人 而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更是毫不手软 为了控制族内河马数量 雄性河马会定期清理门户 也许是内心深处 微微的不舍 河马会和邻居互换 绞杀小河马来达到目的 而此性河马也只能远远的望着 无法阻拦 没办法打不过 第二 袋鼠 袋鼠妈妈有个袋袋 袋袋就是为了保护乖乖 但实际上袋鼠妈妈 可没有儿哥中那么爱自己的孩子 当遇到敌人追捕时 袋鼠妈妈会一不做二不休的 将口袋中的小袋鼠抛到空中 来转移敌人的视线 可怜的小袋鼠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妈妈 把自己打包送给了豹子 或者老虎叔叔 欲哭无泪 猴子欺负人的新闻没少看 抢包打人 他们四肢灵活 可蹦可跳 人类在他们面前只有吃亏的份 不光如此 他们对待自己的孩子 更是残暴无礼 哪个小孩不喜欢 黏着自己的妈妈呢 这只小猴子 安安奋奋的 带在母猴的身边 却被母猴无来由的 拎住一顿撕咬摔打 害怕的小猴子一阵痛苦面具 好不容易从母猴的魔爪中逃出 不料母猴没解气 依旧不依不饶地跟着小猴子 吓得小猴子是连忙跑远 面对食物时 母猴更是毫不客气地 将小猴子胖揍一顿 然后拿着食物独自享用 实在自私 趁着小猴子不在意 他们还会将其从高处推下 冷漠至极 可见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位父母 都会爱着自己的孩子 自私自利者不在少数 关于动物界中不负责任的家长 你还知道哪些呢 喜欢我的视频 请持续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